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海峡时报头条关注的是 首相挪斗斯里安华表示 要对付知名人士 尤其是拥有敦勋弦的人士 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尽管他没有指明道姓 但是他强调为了人民的团结 政府会迎岸而上积极打盘 新州封面聚焦的则是敦马的 华裔应译不完全效忠大马论 大马中乡华团商会联盟 昨天话口罚为行动 除了向警方报案 还催促马哈迪撤回言论 并公开道歉 联邦总会长拿多斯里林嘉宜 就指出 这位前任首相的言论部 仅仅是不负责任 甚至还含有煽动的成分 触犯了刑事法典502 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 他认为如果这等言论部 嘉宜制止 五国有朝一日将会毁于一旦 美日新闻方面则是谈到了 社会都担忧的外劳课题 那根据美日新闻的独家报道 击打的居邻成了外劳的大本营 当地聚集了超过5万名外劳 那尽管大部分的外劳 都持有合法的证件 并且在附近的高科技厂房工作 但这还是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担忧 这些外劳呢 大多数是来自印尼 孟加拉和缅甸 部分的外劳甚至是在夜市支起了小摊 或者是开电竞商 仿佛就是在自己的国家一样 好 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中国报的这一则报道 那鸿海的安全危机 自去年11月起就困扰国际 如今也开始影响了本地的航运业 那预计消费者 接下来可能就需要承担 航运费成本上涨的影响 由于野门胡塞武装 在鸿海袭击船只 导致主要航运公司 选择绕道遥远的南非好望角航线 导致从巴胜港口出发的货船 需要延长至少10天 才能够抵达欧洲的目的地 那从巴胜港口到欧洲 主要港口路特丹的运费 大幅上涨 增幅就超过了200% 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就说 如果情况持续下去 城管上涨的影响 就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巴胜港务局总经理苏巴马连 则是指出 航行的时间将会更长 货物在港口停留的时间 也会更长 这给运营带来了挑战 那预计两三个月之内 就会看到影响 农历新年的脚步 是越来越靠近了 那么今年我们的海鲜价格 会是怎样的呢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一则 根据南洋商报的报导 由于西海岸中部 以北海域的海水变冷 导致鱼货大减 但是同时呢 国内的鱼市买气疲弱 即便是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也无助提振需求量 这让鱼商感旱 今年的定购低迷 预计鲜鱼市价涨幅不大 另外大港鱼商 舍克顺也指出 之前流行的网购海产 如今买气是大不由钱 不过吉隆坡海产批发商 工会会长新建家 告诉南洋商报 由于网购和交通发达 不少城区居民会选择网购 或是直接前往渔村购买 他预计年鱼的价格 还是会稍微的上涨 只是涨幅没有过去那样惊人 毕竟过去渔船还没有信货 就被酒楼餐馆包下的盛况 如今是已经不复存在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天气预报 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近几天的天气 各部分的地区 大多数时候都是殷勤不定的 那么在今天的早上时段 我们看到西马这边 登家楼 横横 柔活一两个地方 以及霹雳的沿岸一带会有雨 其他的地区 预计是太阳高照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下午时分 预计大部分的地区 包括雪龙 森美兰 马六甲 柔活 彭亨 登家楼 霹雳 以及东马的沙巴沙拉月 都会迎来雷雨 北马三州 玻璃市 吉打河 槟城会放晴 到了晚上部分地区呢 彭亨的部分地区预计会有雷雨 雪龙 霹雳 布城 登家楼 森美兰 马六甲和柔佛的部分地区 预计还是会下雨的 那么全天候的气温是预计最高 摄氏33度 阴晴不定的天气还是那句老话 记得要多喝水 我们先休息片刻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财经消息